各位 今集围怒事证节目 我们请来政府飞行服务队总监 胡伟雄机长和我们围怒聊聊天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围怒事证节目 今集我们很高兴请到 政府飞行服务队GFS总监 胡伟雄机长和我们围怒聊聊天 我相信大家对政府飞行服务队 都有很多问题想问 胡sir今天都很好 抽出宝贵的时间 胡sir 你好 你好 谢谢你 好啊 胡sir 你好 胡sir 其实很多市民 或者我们很多观众 都很关心政府飞行服务队 大家知道这个部门 在我们政府机律部队来说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之一 我知道其实政府飞行服务队 是负责我们全香港400公里 内里的搜索 以至乎到拯救 还有空中救户 警察支援 都是透过你们来帮忙 其实在这么多工作上 你们的优势如何排 救人 救急扶迷 这个一定是我们排第一的 最近一两年 因为疫情 很多市民出不了旅行 多了去交游 2020年 山岭的搜救 我们做了1000单 都很厉害 救了900多人 今年其实现在差不多到结束了 我们也做了900多单 为什么这两个数字这么特别呢 平均过往我们的首构单数 大概500多单 在这个非常时期 我们的工作量是大了 但是我们所谓的优势 一定会放在这些方面 再者 我们拥有空中救户 每一年我们平均都做 1500至1600单 空中救户 所以加上两千多单 平均一天 你可以看到 差不多是五六单的紧急任务 这一方面 对于我们机队 对于我们飞行员前线的人员 压力是有的 但是他们本身对于工作的热成 还有训练 一直都很好的 很持续 也都为市民服务 这是他们的一个使命 所以其实虽然说有优势 但是他们没有压力 但是他们最重要是 能够提供到一流水准的 更加救援服务 而且亦是安全有效的 训练服务 至于其他 就是我们都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就是我们会支援 其他执法部门 我想你看到最近 尤其是在九月期间 就是有一些反走私的行动 我们也当时一直协助 警方甚至莫海关的部门 是进行一些反走私的行动 这几方面其实是 会令到我们的调配方面 是有一定的压力 但是大家其实都是基于保护香港 令到香港更加稳定 不要因为一些事情 而到好像被中门大开议 那些走私龙虾也好 走私什么货物也好 令到我们扰乱我们社会 这个是最重要的 刚才你提到我们除了香港 我们是会出去南中国海 做搜索救援 今年我们也做了很多 由于那段时间的台风 其实我们在八九十月 都因为台风来的时候 我们也做了几宗远程的搜救 超过差不多400海 那都是大事 就是救救一些气船 因为因为台风拮展了 或者船员受伤 甚至有些船员病了 我们在救援的过程中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除了可能是夜晚飞出去 天气的情况 还有是救船员回来 很可能他们是未打针 有一个风险 所以我们往往是要做多一些 保护的工作 令到同事可以安心出去 令到同事可以安心回来 其实我知道 其实政府飞行服务队 过往支援很多政府不同的部门 一有些什么事 就急召唤你们 你们就随传随到 这也是体现了 政府飞行服务队 是跟其他政府部门的协同 是非常之强的 总监刚才你说了 有这么多任务 有这么多优势 其实在你担任总监期间 或过往在政府飞行服务队里面 有什么经历是令你最难忘的 未做总监之前 都是一个前线飞行员 对于飞行来说 每一次飞行 每一个任务都是很难忘的 很难忘的 我在2008年想去民村 是 因为民村大地震 是 我们协助内地的同胞 是 做一些守救的任务 是 我们在上面看到的情景 是 在上面可以能够协助到不同的单位 是 救到一些的 被困者 受伤的人士 救离险境 这个 亦都再加上去到民村 那个环境 人生路不熟 是 跟香港很不同 我们面对很多的 限制或挑战 是 甚至飞到上去 我们是没有 资料不足的 是 地理环境是不熟的 是 天气的环境改变很大 是 所以到现在 我们很多时跟上去的同事 大家茶余饭 都会谈一下 这个绝对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 不是 政府飞行服务队 你都很长时间在这里了 在1988年加入了政府飞行服务队 在2019年出任 跟什么是GFS的总监 难忘经历说了 其实你对于我们飞行服务队 未来有什么远景 或是有什么规划 你觉得可以跟我们的观众分享一下 首先 在如你又说 我1988年加入 2019年做总监 是 超过30年了 是 我很开心看到飞行服务队 不断地抗战 不断地在任务和专业水准上提高 机队亦都革新 现在我们所拥有的机队 尤其是搜索救援直升机 是全球最高水平 安全系数很高 我们的定义机队亦是 效率很高的定义机队 被人服务队往前看的方向 基于我们自己所知道的知识 所知道的技能 尤其是现在国家不同的法治 是 没错 我们怎样可以 是可以 将我们的技术 将我们所知道的知识 向内地大家有个协同的行为 这一方面其实 是绝对有这样的需要 譬如简单地 我们香港做很多空中救护的服务 救来到病人去市区 去医院那里做工作 其实在内地其实不是很普遍 是 没错 你看到内地的经济发败 有这么多道路网 有这么多城市 如果真的有一些严重的事故 或者交通的意外 原来未必有直升机 可以能够即时 很短时间运送伤病者去医院 这方面我觉得 这里我们可以有个协同的效应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的飞行员 或者我们的工程部的人业 是可以提供一些技术 令到他们自己是可以更加 有信心去继续工作 是 第二 亦可以令到内地的 在这方面 紧急服务这方面 是可以提高到国际的水平 在欧美 这些空中救护服务 其实是很普遍的 我自己看到这个其中一个圆境 如果能够做得到的话 我们希望可以在大湾区 广东省和有关方面 作出协调 或者提供一些意见 我们其实还是在学习 如果能够帮助到国家的发展 其实无论哪方面 我们都会向 希望能够做得到 总监 我相信我们观众很有兴趣问你 本来你是机长 刚刚和时聊天 每一只不同的机种 都可能要考不同的試 考試是否難不難 跟車牌不同 車牌拿了私家車牌 就可以駕駛不同牌子的私家車 拿了貨櫃車牌 你可以駕駛不同牌子的貨櫃車 但在飛機牌來說 本身就是你拿了飛機牌執照 你需要駕駛不同牌子不同型號的飛機 你每一次都要上課 要學 接著就要再考 如果我們飛我們的直升機 我們每一個同事都要拿商業飛機運航執照 才可以做機長 每一年簡單地 平均要考五至六次試 這些大部分都是一些技術上的飛行的試 我們有一些特定的校官 我自己以前都是校官 在飛機上要做出一些動作 要達到一個標準 達到一個準確性 還有我們會模擬一些緊急事故 譬如引擎著火 譬如沒有電 譬如兩個引擎 另一個引擎壞了 你如何面對緊急情況 你可能會覺得有甚麼困難呢 簡單地我們在香港飛 直升機飛1500呎 如果兩個引擎壞了 如果兩個引擎壞了 那直升機如何安全下來 那便很大件事 時間只剩下20秒 20秒由1500呎落到地面 我們便要令到機師在這個巧核的過程中 能夠可以 可以模擬在1500呎落到地面 可以安全地飛到地面 20秒 而它又可以做到我們所需要的速度 降落的地點 做了很多無線電的 香港的控制塔可以聯絡 20秒可以 是很短時間的 所以那個要求是很高 但是這個要求亦是有需要的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如果對於自己的訓練 對於巧核的要求不高 我們怎樣可以提供一些有水準的服務 對於香港市民 所以我經常都說 政府飛行服務都是非常專業的 總監講時講 剛才你講了 你平時就要去支援其他政府部門 要做多守舊工作 時間管理或者人流管理 甚至乎隊的管理都很重要 其實我知道總監都有一套管理的方法 甚至乎在管理過程中 和同事上下都很有心 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些心得 其實就不要說什麼管理的方法 或者心得 我想最主要其實我們特別之處 就是雖然我們是紀律部隊 是 每個人都穿制服 但是其實我們是一個團隊式的形式 大家一起工作 就算我作為總監坐到飛機上 是 我可能隔壁那位是一個很初級的機長 嗯 但是在這個飛行的過程中 他是機長 我都要尊重他 是 我唯一就是要提供一個高水準的副機長的服務 嗯 我們落到地大家會稱呼大家自己的名字 是 是 就不會說傻前傻後 是 其實也目的是大家可以在一個工作環境裏 可以令到溝通的隔膜減低 融洽很多 最主要都是因為我們很希望大家可以很直接一些 如果我有錯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是 如果你有一些東西可以做得好一些 我可不可以告訴你 即是將隔膜減低 而直接大家有個溝通 是 我想這一方面也是令到我 在這麼多年 就去對一些同事的管理上 其實都用同一個模式 是 我們會很多時候跟他們聊天 有什麼看到你好像有些眉頭皺皺 是 沒錯 大家拿出來聊一下 或者看到你很開心有什麼事大家一起分享 是 這個我想其實在我們這個紀律部隊裏面 在飛行服務隊很重要 因為我們人不是多 唯一我有一句經常跟他們說 這個地方不是大 是 你做好事總監看到 是 你做不好事總監都看到 總監都看到 所以我們借助這個細團隊的優勢 希望做到大事 是 不過這個細團隊的優勢是充分發揮到的 廣時說 我們都要面對一個很實在的問題 你早期現在紀律部隊 以至乎我們在招聘方面 大家都有很多不緊張的情況出現 究竟政府飛行服務隊在招聘方面 你有什麼辦法可以更加多人加入這個隊伍 其實在我們的招聘 沒有辦法 可能大家在過去那段時間 經過一些比較艱辛的時間 大家所面對的事情都會同一樣 跟其他紀律部隊沒有什麼分別 我們的優勢始終都是 很多時候年輕人都會想進來 學一下飛 但是我們收的人不多 我仔你要知道 最近我們剛剛才做完一個 飛機師的招募 整個過程是超過一年 有五六個不同的階段 2500人去投考 我們最後收到你猜到多少個 好像收到多少個 四個 四個 為什麼呢 因為要過五百棧六個 這個最主要就是 我們真的要選到我們最適合 沒錯 它是有一個熱誠對飛行 有一個熱誠對服務社會 不是說我進來 只是想做飛機師 然後轉頭就去了其他航空公司 再加上現在這段時間 我們所面對的 我們一定要有一些同事進來 他們是忠誠委部門服務 為香港政府服務 所以四個其實都很多 即是這一期都算多了 多了 是的 都算多了 另外空勤人員 下去救人的同事 所以我們都由一千個人裏面的申請者 最近都選了八個 所以其實那個要求是很高 我們目的就是 希望找到一些有志之士 它有能力 然後我們可以放很多資源 培訓它出來 將來是可以有承擔地 即是服務社會 這個最重要 即是精英中的精英 可以這麼說 總監部很想關心一下 你招聘了之後 我們就有入職的培訓 培訓過程中 他可能會接受不同的挑戰 在這個位置 其實總監上場之後 是否都加強了這方面 沒錯 尤其是現在這段時間 我們現在其實在培訓那方面 很著重個人的紀律 對於國家的認同 對於現在最新的國家安全法例的認識 你看到我們培訓部隊 和其他紀律部隊很大的分別 就是我們沒有一個訓練學校 沒錯 我們的訓練其實都是由我們自己 全職的同事 前線的同事組成你的訓練 所以我在這方面 也提出了 由去年開始 我們成立了一個專門的隊伍 會做一些專門的訓練 目的就是令到入職的同事 他知道他其實究竟是 你現在入了一份什麼工作 你需要那個使命感是怎樣 你需要的承擔是什麼 你需要面向是什麼的挑戰 這方面我覺得我們要花多點工夫和時間 雖然我的人手有限 但我都希望能夠做得到 令到每一個同事不會說 他進來 我只是開飛機而已 我不會理會其他東西 但這句說話其實是不對的 我們穿得住一套制服 有一個絕對有一個承擔 尤其是現在我們所面對這麼多的挑戰 不要說制裁 不要說以往19年的黑暴 或者一些社會出現的不同的事情 我們這些同事是他們的訓練 在訓練的過程 令到他們對自己的工作有信心 對自己的專業有信心 我們接下來會不斷地提高這個訓練 即是一個訓練的制定 持續的 培訓 培訓的方面會加強 總監剛才你提到 2019年黑暴事件 以至乎到美國制裁很多事情發生 當時你升任總監的時候 我相信你心情都戰戰兢兢 另外還有他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其實都真的有一個很準確的判斷 以至乎就如我們港區國安法 在實施期間 其實就著隊中 總監是有什麼方向 令到我們整班的隊員 第一就是一起面對這些壓力 這麼大的挑戰 第二就是在港區國安法 在實施之後 如何能夠令到同事 更掌握這方面的資訊 首先是港區國安法 這是一個定海神針 對 對於穩定我們香港社會 亦都將香港可以能夠繼續向前走 是一個基石 我們在FH服務隊裡面 以往比較著重一些專業的訓練 如何去做搜索救援 如何去提供一些高水準的FH服務 我們在這一方面 以往是來有不足 由於這個國安法成立 我們亦都跟不同的紀律部隊 提出很多 我們可以參考你們在紀律上的訓練 在國安法上的訓練 在基本法上的訓練 在國家認同上的訓練 我們現在陸續在做這個訓練 培訓這個課程 最初成立的時候 可能對同事會覺得 第一可能很陌生 第二可能是一些思維上的衝擊 沒錯 我作為培訓監 希望讓他們多點跟我們聊天 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們團隊的部門比較小 能夠多點跟我們聊天 接觸他們多點 讓他們了解到 其實這個是一個必要的使命 亦都要大家向著一個正確方向去面對 這方面我看到這段時間 由國安法成立一年以來 其實大家都很正義 再加上我們其實也是簽宣誓 我們最快是拿到100%的宣誓 是很短時間的 沒錯 剛才提到你那個問題 在2019年剛剛黑暴那段時間 我上任 那段時間其實從6月開始 我們都覺得已經開始有些 事情有些比較突發性的發展 沒錯 我想當時對於全香港政府 全香港市民 不同的紀律部其實都離枝很突然 我亦都很慶幸 當時保安局領導之下 大家是很齊心 有這麼多紀律部隊 我們每個人都出了一分力 協助警方維持治安 我們都出了很多力 是 很多情況我們都未預見 但有個好處就是 我們非常部門的訓練 是訓練我們如何應對緊急情況 緊急事件 突發事件 沒錯 我們往往就是 我們懂得如何將我們 現有所知的技術 所知的我們的行動 的策略 是懂得因事易勢力去作出準備 所以我們當時也作出很多調配 人手的調配 工作上的調配 令到我們對於當時那段時間的暴戀 是可以提供到最有效的支援 當然 到了最後 在去年年尾 我們在不知名之下 就被制裁 這個也是一個挑戰 我想我們沒有一個人 會有一個水晶球 看到一些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們也覺得來得很突然 雖然復佩裏 其實一路都說得一句 我們以和為貴 想著 其實我們也是緊急扶危 做我們的黑盡己任 做我們的工作 維持治安 或者支援 即是執法部門去做工作 誰知我們都會被制裁 一些政治的炒作 令我們受到一些所謂的影響 我們唯一可以做得到 就是不斷地證明給別人看 我們其實不是他們所想的 政治操弄 或者之類之類的 在這段時間 我們要決出去想遠一點 想闊一點 所以當時我們也和廠方 因為他們也要接受制裁的指令 其實廠方也很明白 非人服務隊的工作 他們也提供很多協助 我們也和他們有很多溝通 我們陸陸續續都將這些制裁 我們作一出的申請 將這些出口准許 希望可以將限制減到最少 現在我們一直都開始慢慢上回軌道 但是始終我們沒有一個水晶球 我也不知道將來 某人某事某些地方 他們是怎樣看我們 但是亦都這樣說 我們非人服務隊 希望告訴港幣市民 任何制裁都不會影響我們服務 我們會繼續黑盡己任 提供我們的服務 令香港繼續穩定 這是最重要的 秉持著專業服務香港市民 是很重要的 沒錯 因為疫情關係 很多香港市民 不能去不同地方 度假以至乎都去玩 現在轉移了去一些郊野公園 郊區 遠足 我知道其實政府非人服務隊 在這方面 其實都是兼負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萬一在山上 甚至乎在遠足期間 有些什麼事故 你們都是隨時後面出動 我想問 因為這個原因 會不會加重了 我們非人服務隊 團員那種工作量 以至乎到 你怎樣去做一個平衡 能夠讓到 剛才你所說 我們拯救生命 擺在最優先的位置 這個疫情其實是 帶來了很多的轉變 沒錯 首先我想最大的轉變就是 大家戴口罩 大家很注重衛生 第二就是 令到大家原來 不能去旅行 原來是這麼慘的 但是 亦都 因為這個疫情的轉變 令到大家原來 已經發掘了香港很多不同的地方 出去了很多郊遊 每個星期六日 甚至每一天 出去遠足的人數 可能比旺角更多 對於我們非人服務隊 他們的工作量 是大大提高了 我剛才所說 現在我們 今年 已經做了差不多近一千個 是 山領拯救的國安 還有一些 可能是沒有叫我們做 是叫消防去做 或者民安都去做 這個過程 對於我們同事 日同夜 當家的同事 壓力都很大 因為始終有一件事 他們都擺市民 就是救急扶迷 將市民救離險境 為首入 過往其實你都留意到 有很多個個案 我們自己都覺得 其實都幾心痛 譬如這段時間 有很多個個案 去年有一個女生 自己去了飛鵝山 運斷了飛鵝山 亦都是我們 聯同不同的部隊 找到他 然後將他調離險境 另外也有很多不同的個案 如果你說 沒有很多飛鵝服務隊 在這些山領拯救 會不會有分別呢 其實我們飛鵝服務隊 可以很快去到現場 將一些傷病者 可能原先是一些很輕的受傷 盡快隔離險境 去到醫院 受到很好的醫療治理 如果你說飛鵝服務隊 做不到我們的水準 他們很可能要 兩三個小時才下山 然後跟著才去到醫院 這一方面 對於他的醫治 可能會有一些大大折騰 雖然工作量大 我們都很希望 我們在前線提供這些緊急救援服務 是能夠到位 以及高水準 高水平 也我們會不斷跟其他部隊 例如消防、民安隊、警察 大家協助 所以香港市民其實是很幸福 他們去行山也好 去做任何戶外活動也好 其實都默默地有不同的機率部隊 包括飛鵝服務隊 在後面照顧他們 沒錯 在外國要收錢 我也聽到 在香港就不需要收錢 我想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 好像香港有這麼好的福地 所以市民出去 我希望在這裡也呼喚 市民出去玩的時候 最重要是自己注意自己的安全 不要刻意去一些危險的地方打卡 因為你一時的貪玩 可能會令到很多人為你擔心 沒錯 在台風的時間 剛剛過去一個季後風的季節 我們在石澳救了滑浪風範 他們出去玩 然後連救生員走去救他們 然後大家在石澳海岸邊 就不能回岸 因為大風浪 而我們直升機就出去 去救他們 我想這方面大家要注意 也要為其他人著想 有時候有些事情 你可能很想去玩 但當你想一想 是否可以在比較安全的情況下 才出去呢 玩就要注意安全 另外真的不要樂極生悲 香港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當我們的紀律部隊 在不同方位提供了很多支援和幫助 這是什麼好事 總監也很感謝你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 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問問你 你平時工作那麼忙 時間管理那麼好 你公餘的時候有什麼事好呢 其實工作真的很忙 自從做到這個位置 尤其是這兩年真的忙 我平時如果有時間放假 是 或者是休息 我會行山 是 我會跑步 是 其中是減壓 另外自己也會找地方釣魚 可以把整個星期的工作 可以一次過一泡清掉 然後再在釣魚或行山的過程 可以再思維一下怎樣走前 怎樣去 這個是真的 我都經常做這件事 你的心得很好的 其實我和你一樣 當我多工作的時候 一靜下來 我通常要是釣魚 要是在海濱坐在那裡 沉澱一下 有什麼未做 有什麼要做 沒錯 其實香港人也是要找些 需要的方法 沒錯 我們今天很開心 總監能夠出出寶貴時間和我們訪問 再一次多謝總監 多謝 拜拜 多謝總監 剛剛和政府飛行服務隊 總監胡偉雄機長做完訪問 為我們香港市民 揭開對政府飛行服務隊的認識 我們一直以來 都是透過政府飛行服務隊 在背後默默耕聞 而他的專業守護香港 總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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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保持有什麼 都保持有什麼 戦 如果我們有創造的 我們都保持有什麼 我們很想